各位大家好,我是老片全身,欢迎来到全身解说 继续大家送上的是街霸大事局 由一批拳网专业狐,对两批路边草对两边 看一下双方又交手了 上次抢亲失败,拳网卷土重来 看一下这次路边草能不能从容就范 看来是不太可能,从一开始这个格局来看 今天,哎呀,拳网抢亲必定失败 一个前冲,现在路边草 打任何角色,似乎都有了一定的心得 应该说积累的丰富的经验,这种对策 好的,一个前冲,一个前冲上勾拳 没有打中,反升一个后跳 打一个上子 这是拳网比较常用的一个套路 打敦防,那也是格斗游戏里面经常用的上下则 磕头,磕起来,你不同意是不可以 现在就摆糖,马上就沉浸 走,你 不同意,不同意,容不得你不同意,进来 漂亮,兄弟 刚才是一个打阵回你,回你再打阵 完了,死 没有打云 一三血,还要搞事,这把路边草被打晕了 后果不堪设想 看一下双方的第二血 第一把的话,拳网好的双方换了一个场景 被打晕以后 换了一个场景 走,下盘,拧 过顶 过顶以后的话,扣起来 两个逆向,漂亮,两个缠绕 全方没想到,对方竟敢如此大胆 下盘 火中取栗啊,兄弟 哎呀,来了 勾拳勾起来,好的,现在就拜他 拜他仪式搞得这么隆重,兄弟,什么情况 下盘 打看一下这个 这个场景啊,他其实蛮有生意的 专为春莉设计的这个场景 现在拳王都穿上了网纹 走 下盘,起跳 捏头 就等春莉,呜,这个缠绕啊 特别的底部 紧身 刚才那个缠绕 一个回旋缠绕 拳王哪见过这种阵仗 来了 对没有见过的怪招 一律要怼回去 来了 用怪招是不是 进来 一个前冲 对方用中腿来counter 呜,呜,呜,呜 摆列可以阻止对方一个前冲啊 但是阻止不了对方原地战输出 那有时候 离得太远还是不行啊 就当下的判断很重要啊 一个招后打落点 缠绕起来 再一个缠绕 捏 一个过点 完了 虚缓一招 现在拳王也没办法 一直在前跳 试图寻找一些漏洞和破绽 好,以这个空抓直接捏 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啊 可以的 这个版面很少能看到啊 就苏联的版面很少能看到 很有感觉啊 这个 来 然后成功 一决捏头 一拳 走 还是这个安全跳 又是一个空抓 漂亮 怎么讲呢 压在板边以后啊 这个拳王想办法出来 把对方压到板边 因为拳王特别需要纵身啊 他需要蓄力 没有纵身的话 打他会非常难受啊 因为会 应该说他打的会非常难受 厚手 尤其是对上这种跳跃啊 兄弟 可以摆堂 哦 漂亮 对方 试图在角落啊 找一个忍冲的机会 但是春莉他的下中腿啊 堪比那个 肯的下中拳 可以说是他的生命技 走 好 就基本上没有任何角色啊 能逃得过下中腿的千枝 拳王更是如此 精神 捏起来 核桃开起来 等到8月15 量成几时 我就来和你窃窃私语 明显春莉很抗拒 精神 好 连续中队 连续中拳 压硬直 想缠绕 一拳 希望幻灭 一拳就幻灭 老实点 精神 好 到底精神 好 百列 哇 这个百列 拳王不是没有吃过亏啊之前 头非常的铁 那这次也学聪明了 把自己的 一些冲动把它掩埋 掩藏起来 完了 绕后成功 走 这次拳王我觉得打的不是那么激进了 不像前几次 碰壁以后 会想一些策略啊 精神 拜堂还是要拜的 只不过换一种方式 精神 捏头 完了 兄弟 你干嘛这么冲动啊 一丝 surfing 好 那看一下双方第四局啊 明显拳王 策略了很多 没有那么刚猛嘛 啊 从钢铁直男啊 会 变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 怪大叔 精神啊 纵然你再成熟稳重 也逃不过我的 三板斧 捏起来 一二三四 我漂亮兄弟 你彩礼带够了没有 你就过来抢钱 哈哈哈 哎呀 看着拖拉机就想过来取我 来了 把那拖拉机的轮子都给你拆掉 好来 挑好 兄弟 新时代啊 你 啊 恼羞成怒的春丽啊 势必要拆掉对方的拖拉机 一二三 我打晕了 这把 完 我直接吐奶 吐成壁画 啊 定在了植物墙上 啊 先把拳王变成壁画了 你快点做了 还可以 我说 你太拖吗 我这把 你 很不错 我接下来 你 我 我 我 好的 当然喜欢全体收 近天不关注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